明知侯廷使的是激将法要激自己 但是 这话不得不顺着说 是啊 我一百零亿了 这么大的岁数跟着你们年轻的瞎跑什么呀 同龄打八号山打铁山寺 与我于成何干呢 就你们这几个人去呀 不是我们这几个人去 还谁去呀 你们行吗 好听一听这老头 哦那么老哥哥您呢 我是这么想 就说去 也不能叫你们哥俩去 怎么咱们也得请几个朋友 九月九还有些日子 许他铁山寺 摆下了牢笼 一代牢 等着咱们 就不能咱们准备准备 邀请天下的宾棚 咱们来一趟铁山寺 他认识穿红的 咱们认识挂绿的 就到那时候就说不动手 哎 站脚助威 也显得咱们老哥们脸上好巧啊 侯延 要说朋友 要说朋友我还真没有什么朋友 奉师命下高山 这才几天 也交了几个朋友 可都不过心 真要说过心的 就有一位 谁呀 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太古县 渔记庄 人称西方老侠 渔城的便是 就我这么一个朋友 全指着您了 得嘞 那就咱哥仨去不就完了 到那卖卖我的老精神 我也会会两个大和尚 什么叫做祭祠 哪又叫做祭园 我领教领教 他们铁扇寺的铁扶球园 各位 这两个和尚祭祠 祭园 一百零八是铁扶球园 那是铁扇寺 镇寺之宝 这两个和尚可了不得 这铁扇寺 是个十方常住的大庙 就在云南 湖尔山半山腰 这座铁扇寺 招待天下十方常住的游僧 到这来 挂上单 随便吃随便喝 还小能的 这个主持老方丈 叫做雅然和尚 人称水晶长老雅然僧 掌中一对鹿角瓣 打遍天下没有敌手 是为人间的见口 那么雅然和尚呢 主持这么一个大庙 上这来找的学武人不少 但是不收徒弟 一收徒弟就要称子孙院 这是十方常住 钱也是大家伙掏 可也是大家伙用 那么他这人呢 为人和蔼 天生的呀 是个好脾气 最得意的是两个徒职 一个叫祭祠 一个叫祭元 唯又在这个武学上走 这两个人是最聪明 打二十几岁的小和尚 跟着这个雅然老方的练武 一丁就只练了二三十年 练到五十来岁 可以说雅然僧是请囊相授 把自己的本领全交给祭祠纪元 那么祭祠纪元 这个本领一高 在外面一走动 打得过他们俩的很少 这个名望一大 投奔铁扇寺的人就越来越多 先开始铁扇寺 十方长痛不就招得和尚 慢慢的 俗家也来不少 这祭祠呢 还是个正经念经的和尚 祭元不行 贤不弄 广开扇门 可就收了不少徒弟 这一收徒弟 什么人全有 三教九流 梁又不齐 这个水平就略有参丝 祭祠呢 规劝纪元的纪元不听 这里边有战山的 也有落草的 老方丈 雅然僧一看呢 这可干了 我这十方长住庙 改了子孙院了 这跟我当初啊 想的就不一样 单岁 俩师侄这么大岁数 收这么些徒弟 我让他说 把这徒弟都散了 他脸上也不好看 我走吧 不吼着气 这才来到下院别寺 把这铁扇寺啊 让给俩徒弟了 这两个师职 祭祀祭元 打这一个是方丈 一个是奸祀 没有这个师叔 这老和尚管的 那就更忘乎所以了 一百零八是铁服权 又是天下之决议 来学的人太多了 尤其这祭元 大仨巴掌 什么人全收 苏家弟子真交出不少来 太湖中山 世子寨 清水烈焰寨 还有这个金阴烂石岛 莲花寨 这些个寨主 全都是纪元徒弟 全是铁扇寺门人 那么还有好多出了家的和尚 也跟他们俩练武 这个孟安 还有罗利 回到了铁扇寺 搬动是非 演讲 铜海川下高山 要灭铁扇寺的门户 一直寄完 当时就下山 找铜林 一决四雄 绝不能让铜林活着 祭祀说 事有曲折 你得问清楚 这个事情到底谁是谁非 我想铜海川年生气少 三十多岁的人 他要办出这事来 我信 文庆人员还有侯廷呢 侯廷比咱俩岁都大 八十好几了 那么大的侠个爷 能跟着铜海川胡作非为吗 干脆这样 咱俩下一封书信 去给铜海川 这才写的这么一封书信 可是一样写了好几份 交给自己坐下的小徒弟 什么法本的 法广的法夺呀 法子一辈的合上 全撒出去 哪怕上铜林 哪怕上侯廷 把这信给他们 就演讲九月九重阳会 我单等侯童二侠子 这还不知道 这金音烂身到猎严寨 让侯童二位给挑了他 这要知道更恨 那么这是这封书信的由来 现在呢 老爷子说出这个话来 铜林知道 老爷子是向着自己 愿意跟自己去 故而把这面子卖给余城 我有您这么一朋友够用的 好吧 咱们哥俩凑着一块拉个单子 让孩子们去请 就在兴农店一拉单子 铜林说 我有个师哥 在扬州 扬州超关街 有个龙泉寺 龙泉寺我有个亲师哥 叫做普照禅师 那么这普照禅师 一定是要请的 好 侯廷说了 那既然都到了扬州 超关街了 就手 把这个九龙冠里面的老仙长 南侠和爷 司马空爷请来吧 掌中一口 巨缺大宝剑 中回武士 天下之绝技 岂不是你我弟兄的宝贝吗 一想起这个南侠来了 可就想起北侠来了 干脆咱们也下一封书信 告奔了宣化古塞北 邱丁寨去请北侠爷 邱田邱北宇 掌中一口碌碌大宝剑 三十六式天罡剑法 想起这秋田来了 可就想起长州来了 长州西本里 清风向驻的一位 大判飞行侠 叫苗泽苗论语 掌中一口红毛宝刀 这口红毛宝刀 三十六手天罡刀 整配这三十六手天罡剑 孔秀说了 扬州城 拜托 这个清水滩旺 滩庄 陶家老店 有我两个老闻师 圣守东方硕 陶润陶少坚 李某草上飞 陶中陶少华 把二陶弟兄得请来 这才要到瓜州 去请风流美善霞 张景张子美 至少 清河游访阵 要去等铁掌李源 去请红利 三老庄 左备神刀 红利 红炳南 大家伙 啪啪啪啪的密说 各个标局的 震南标局 震远标局 永发标局 各个标师 烫子手 是跟这个侯廷 同龄 有交情的 这回全请 咱们到这个 九月九重阳大会 铁扇寺 天下群雄俱灾 一起要好好的热闹一番 各位 这铁扇寺这书 可热闹 就因为这个 法本今天 一下书信 九月九重阳大会 于成于栋 还大闹铁扇寺 祭祀老和尚 双针会时侠 这是同龄 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铁扇寺 完了就是八卦山 八卦山 完了就是灵龙岛 灵龙岛 完了就是七星山 七星山 完了就是建山 蓬莱岛 建山蓬莱岛 完了就是万龙藏藏岛 雍正建霞十三步 咱们现在刚说了两步 您别忙 投了就是同龄出世 到同龄下山 这算一对 杭州类 这算一段 那么一段一段 往下说咱们得 这才说到铁扇寺 这一封一封 一封的书信 让徒弟们 全都给撒下去 大家伙等着个信 全都撒信的都回来 这才由兴龙岛起身 要购奉云南 胡尔山 老少英雄 贝利 四位侠笔 西方老侠鱼城 哎 镇东侠侯廷 二侠侯廷 紫面昆仑侠 同林同海川 那么带着小莲花鱼秀 带着傻小子 于衡 于宝园 二侯弟兄 九个徒弟 同林仨徒弟 司马良 下九龄 孔秀 孔春方 这是异形人 大家伙 构奔 胡尔山 正走在前不捉村 后不捉店 天可就快黑了 是有 侯廷 侯老侠 言道 徒弟们 各处打探 看有没有阵电 咱们可就要 投电了 天快黑了 一会儿 曾张外 往前跑 一会儿 公伙跑回来了 说大爷 头里有个阵电 咱们可以进村 好吧 大家伙 到了这村子里 一看 东西的大街 从东头捋到了西头 又从西头捋回来 没看见店 说这村子有店没有 有店 在南街 得绕过去往回走 静走北街 没看见店 路北广梁大门 何老侠 略有为难 也跑个子 海川 既然他这没店 我看这有个财主人家 既然殷实人家 咱们不防啊 打着尖 借宿一宿 我跟人去商量商量 咱们谁叫门去 于衡于宝元 饿 我叫门 你叫门 今儿咱们就算 新了醒了 咱们就得 配着麻烈片 旷野荒郊 咱们行 也受不了 说 侯姐 叫二侠 你带着孩子们 去上那边 拿手一指 这个院子很讲究 磨砖对方 整砖到底 小灰灌江 粉皮墙 那么这个围着这墙外头呢 种的全都是树 这个围树 我一颗埃立一颗 把这个村子整个 这片庄园 就给包围起来 拿手一指啊 这小围树林 说兄弟 你带着孩子们 在林子里边 等一等 就留我们四位 叫门叫谁 找四个面扇 谁呀 贝里 侯庭 西方老侠 渝城 同海川 侯庭上去拍门 啪啪啪 开门来 里边有人英文 谁呀 过路之人 您少带 只呀呀 门开望处 先出离灯 天已经快黑了 一看这人呢 是个下人打扮 但是面带忠厚 这人拿灯笼罩的罩 一看门外头 站着四人 叫门的是个年长的老者 老先生 您有什么事啊 侯庭点头微笑 哎 我们要借宿一宵 皆因为 错过宿头 前不着寸 后不着电 那么我们打算在您这 住上一宿 您要有吃的呢 给我们一些个吃喝 当然 我们绝不能摆扰您 明日清晨 有银钱相赋 这个下人听完点点头 老爷子您严重 我们开地又不是店 那么在我这住一宿 可算什么呢 不过有意见 我不是本家主 我做不了主 您要想在我们这住 得我家主人点头才行 那么相反通病一声 好您少带 这就来 把灯笼撤回来 门还兑言了 不大伙 工夫就听里边 脚步声音响亮 是呀呀门开了 当先还是这个人 打着灯笼 身后都引了一个人 外部 外门槛 下台阶来着 当街往这一站 不由得三峡 陪同背了些 闪目关桥 暗含着喝彩 看此人身高 在八十开外 远背封腰 双肩暴拢 年岁约在七旬上下 别看岁数大 可是个漂亮的老头 头来略有蟹顶 花板小片 剪子骨 在后边紧板 那 变得非常的磁石 脸上 慈眉善目 但是精神饱满 准头方正 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二目带彩 花白凛然 在胸前飘洒 是个圆外打扮 大家伙看这个人 这个人也看门头 站这四位 一看这四位 哎呦 哪来的这么四个人呢 好面善呢 当先这一老者 虽然说泪下 佩剑不失儒雅之风 穿米色 愁着常衫 满头的银发 胸前散满了 寅然根根透肉 条条见风 真漂亮 这老头 往他的肩下一看 呵 这老爷子 够岁数了 笑容可掬 背着手往这这么一站 一看就是忠厚长者 年高有德 再一看 好 当家站这位可了不得了 何等的威仪啊 那是贝利爷 小皇上 这位暗寒的 倒抽一口凉气 点了点头啊 醉莫老 看这位虽然说 岁数不大 怀抱樱崩 一脸 忠正之气 啊 哪位要在 寒舍皆宿啊 不才 就是我等 呃 皆因为错过宿头 您这呢 要能容我们 住上一宵 我们清晨 多把银钱 哎 您说的哪里话起 我还管得起 行主之人 一顿饭 此处不是讲话之所 几位 都跟我进来吧 这话吃的亏呢 几位都跟我进来吧 侯庆听完 点了点头好 我等大家一同进去 怀树林里边答应成 哎 这原位爷一卡 拿手一转二十位 感觉我以为就这四位呢 吸了呼噜 由这个 怀树林里边又出了一大帮 再一看这大帮可要的命了 高的高 矮的矮 丑的丑 顿的顿 胖的胖 瘦的瘦 说话各省人口音全有 再有一个 身上都带着长条的包袱 这是一伙路林人哪 哎呦 老爷的心中暗自一惊啊 别看就二十人 不雅筑千军万马呀 这要在我们家 起了歹意 跟我这闹起来 可是扎手的很 自负自己这一村庄 七百多口人家 一共是咱们一百多户 不到二百户 一共七百口的人 逃去老幼妇孺 足足的青壮年的南丁 也有三百人左右 这三百人差不多都跟我习过武艺 相团练勇 就为的是护我的村庄 而且颇有几个得意的徒弟 动起手来这二十人 我们也不吃亏 可是有意见啊 当前这四个人可了不得 这一年长老者 泪下配剑 看这口剑 旗鼓啊 必是一把上古的神兵 就这一个老头 不见得是我 本原来也我能打得过呢 再看下奸这个老头 别看岁数大 现在是笑容可拘啊 面带煞气 这老头要一正眼 也不是擅茬子 身后这个年轻人 怀抱英风 搭了里边 露着这么长的 那是铁的呀 那对子武一击到鸳鸯月 那赤子是筋 那家的兵人 可也软不了 最恐怖的就是当价筋 看不出什么功夫来 可看得出来 这几个拿威首的份最大 他不迈步别人都不敢上台阶啊 老原位倒抽一口 凉气点了点头 哦 众位 随我进庄吧 老庄主头衔引路 老少英雄后面跟随 大家伙一进他这家 从外边看已然很讲究了 到里边看贝利也不觉着什么 佟林不觉着什么 为什么 佟林跟贝利也是从贝勒府出来的 大家里多讲究 但是西方老侠余成跟侯庭一看 就知道这家可不弱 余成家有的是钱 那在余家庄来说 家里呢宅的盖的相当的豪华 一看这家比自己都不四 侯庭在山东 曹布林侯家庄那是庄主啊 一看这位庄主比自己视拍不小 整个高搭的天井搭 当院里头起的大棚 这就是一个大暖房相似 再看这大客厅 明三暗九 当中间有茶桌 四周围摆着圈椅 靠着墙一对一对全是硬木的椅子 带茶筋 这屋子里头坐四神 不嫌疾 分宾主落座 一看这位庄主相貌堂堂 气度不凡 你们众位怎么走到此处了 没领教几位贵姓高明啊 侯庭威威点头 啊 原位 悲人家住在山东东昌府朝布林侯家庄 我是山东人 我姓侯明听自表真远 啊 老原位一听 敢默示圣守昆仑真东侠吗 不猜就是侯谋 哦 九阳九阳 这位老爷子呢 我呀 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太古县 于庄 我姓于 长辈往飘然走 于城于洞海 是您老人家吗 啊 小有个名望吧 这老原位一听站起来了 呃 这位呢 家住在京南霸县同志庄 现在在北京有个差事 我姓同名林自表海川 就是这些日子江湖上人称 镇八方紫面昆仑霞 二打杭州类双月分双剑 北高峰 鹤浩带花献过决意的海川你吗 徒有虚名啊 老原位 不错就是我呀 好好好 这位老先生您 贝利爷一听不说实话也不行啊 北京人士 爱新觉罗士 我教印针 哎呀不好 最近文庆人言 侯同二侠子 走到哪都带一位出了经的小皇上 贝利爷别就是这位吧 冒娇一声 推金山倒一路老原位 一叼自己的袍袖 说民人 甘雨甘凤石 与爷家见礼 这一句话一说 贝利爷没什么 倒把三侠吓得不小 是侯廷伸手相掺的 哎呀呀呀呀呀 老侠子 你是画地无形隐医侠 甘雨甘凤石吗 就是我呀 同志们 咱们这套书是十二大明剑侠 三十六明侠 别看渝城 北侠 南侠 东侠 岁数都比甘雨甘凤石大 但是 甘雨甘凤石是三十六明侠之首 日后这位贝利爷 驾登九五 要当皇上 继承大统 没有甘雨 因真当不了这庸正皇上 化地无形隐医侠 夜入皇宫 就在太和殿 正大光明 扁后头 倒出来 传国的 小铁匣子 里边 有老王 传位的 预兆 把这个 预兆 倒出来 这才有龙和多 篡改 预兆 把这个 整个 全改了 要不应真 当不了皇上 那么 也是 雍正当皇上 以后 头一个 要杀的 侠和爷 就因为 要杀 甘雨 南凤池 种侠的 利宝 这才要把 天下群侠 按照咱们这套 书名字 叫做 雍正 剑侠族 十二大名剑 三十六名侠 三百六十五 群侠 一网打尽 江南大侠呀 叫吕刘良 别号叫 晚村先生 探听了 雍正这一条 毒计 这才 打翻 毒药酒 就群侠的性命 群侠 这才 逃脱湖口 同海川 保了一辈子 印针 没想到 印针当了皇上 以后 跟原先不一样 一生去 跺脚 童林出家 童林二次出世 这才叫 后套 剑侠图 当然要说到 后套 剑侠图 不就哪儿了 咱们先都 往下 躺着 帮忙 说着 所以 甘雨 甘凤驰出世 今日这段书 叫做 白马河 甘家谱 甘雨出世 贝利 赶紧 伸手 相探 拿呀 老人家 你们都认识吗 哎呦 贝利爷呀 这是画地 乌星锦 一霞 甘雨 甘凤驰 建客门徒 甘雨 甘凤驰 是谁的徒弟 俩老师 全是建客 甘雨 是台湾 甘国公的后人 那是大明朝 贵宙之后 这个大明朝 败了之后 退居台湾 那么大家伙呢 保诸师的后人 没想到有施朗献台湾 把这个台湾献给大清朝呢 大清朝把施朗封为镇海侯 是侯爷 施朗是谁 您就知道 施不全 有施公案 这位施公 就是施朗的儿子 叫施士伦 那么这个 四王呢 就是朱元璋的这个 后代 叫做朱克爽 捧传国玉玺 投井自杀 殉国 死了 那么这个甘国公 甘英甘辉父子 随主殉国 一看 四王投井 两个人在井旁边 抹脖子也死了 有个老家人叫甘露 就带着甘辉之子 就是甘雨 怀伴 坐小船出台湾 这才购奔福建 到福建城 隐匿了很长时间 这才把甘雨 送到他娘舅家 他娘舅是谁呢 他娘舅姓谢 这个谢老爷子 一看甘雨来了 不敢说 当时就把甘雨 隐姓埋名 改名的 说他姓谢 叫谢宇 但那个谢老人呢 他不会武术 哎 从小就教这甘雨 实文念字 后来巧遇 两位将 谁呢 就是云龙九县 周巡 云龙九县 周巡 是河南 松山人 上南京这 发现甘雨了 一看 这是个练武的 批子 这个带走了 带回松山 到松山之后 又碰上自己师弟 叫英雄 德路 路文瞻 这周巡 呢 是个大画家 他这个练武 练得很好 他本来要能成剑仙 就因为贪图 水墨丹青 一辈子 把这功夫 全都搁在这场 这武术 他就不练了 那么这英雄 德路 路民瞻 资质不如 师哥好 可一辈子 玩命练 练不过师哥 就找师哥了 一看师哥 这有个徒弟 很喜欢甘雨 每天啊 教练会儿功会儿 就教写字画画 本来甘雨 有点私书底子 跟老师 小姐挺好 英雄 路民瞻 他说 您这不成 您这不把孩子 糟进了吗 干脆我带走吧 又把他带到 深江 带到深江 练了二十年 才给师哥送回来 师哥一看 兄弟真下功夫 得了 冲了师弟 这一份苦心 这才把天下绝技 云龙九县 交给甘雨 甘雨这本领 可就大了 要不怎么是 三十六名侠之首呢 禀明了老师 这才回南京省心 没想到舅父已经死了 怎么办 就继承舅父的家产吧 改回名字来姓甘 也教了一个徒弟 娶妻生子